作词 李宗盛 人在环 太阳 中眼睛中放 东方山河 全都藏在 东方山河 全都藏在 太阳 从东方生 这里的花旋开 东方山河 全都藏在 太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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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发有主 喷在欢 喷在欢 看我儿又 又月定中山 东方山河 全唱赞 东方山河 全唱赞 啦啦啦啦 原如此 这小小的县令竟敢如此带满我杨公子 胆子倒不小 公子息怒 即可启程 走 真是狂妄自大 请公子息怒 这几日县令老爷公务繁忙 对公子多有怠慢不周这处 请公子大度包涵 请公子息怒 求公子 官小架子倒不小 竟敢这样慢带朝廷叫大学室的公子 走吧 公子 公子 老朽带犯老爷赔罪了 求您 算了算了 他还想要这点无纱帽不要了 老家伙还愣着干什么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 就说杨公子多谢他的款待 就让他在家进口佳音吧 哎 天道不公啊 可惜这天下又要少一个好官了 老爷 老爷 杨公子这一进京 一定会向其父诉说老爷对他怠慢之事啊 这恐怕对老爷大为不利啊 本官是只上报朝廷 下为百姓 至于那些公子 王孙 王寇子弟 哼 本官囊中空空 原也巴结不起 随他怎么办吧 老爷 杨大人是当今建和职官的重臣 若是 嗯 这又如何 哎 杨公子临走的时候还说要老爷您敬侯佳音呢 哎 老爷 不要再说了 本官问心无愧 你下去吧 老爷上任两年 江陵的百姓才过上好日子呀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自明 冰老爷 少爷到了 车马就在大门外 哦 快 快 上场 孩子回来了 父亲 孩儿拜见父亲 起来起来 几年不见 都长成大人了 父亲在今围观 孩儿不孝未能早来探望 父亲 您头发都白了 好 家乡至今 路途艰难遥远 总要几十天路程了吧 嗯 也难为你了 来 坐坐 好 一路上衣食住宿 都有各地官员接应招待 所需一应俱全 这是在江陵县 稍遇了点麻烦 哦 我不是再三叮嘱过你 沿途不要惊扰地方 不要铺张奢华吗 啊 不是不是 不是孩儿铺张奢华 实在是各地官员盛情难缺呀 这才 这是他们托孩儿转赠的礼品 说父亲勤政爱民工心无私 送上些土产了表心意 孩儿实在推辞不过 你只得收下了 您看 哦 还有 父亲 您看 哦 什么 这是湖州刘之府赠送给父亲的 汉代玉玲珑 哦 刘大人说 素知父亲喜好古丸 请父亲务必赏收 嗯 这是他的礼单 好运 真是好运 你到后堂拜见母亲 早点休息 是 礼单就留下吧 嗯 孩儿告退 嗯 白银三千两 绸缎四十匹 玉瓶四对 上等细查八十九 哼 大人换杯职何事拆钱 速去调查这些官员的正事 我立等回话 遵命 回来 是 查一下江陵的县令是谁 是 这么说你过州走线一路上揭示了不少官员吧 来走 是啊 大大小小也有二十多位呢 哦 你也不小了 你倒说说看 哪些个官员比较闲能啊 这 不碍事说吧 湖州刘之府 他呀 带人和善精明干练 就是他 嗯 他还圣赞父亲为官亲政 不愧为朝廷的栋梁呢 哦 其他官嘛 也都很闲能 要都是好的官员 那天下岂不太平了吗 嗯 有一个人最不闲 谁 江陵县范礼 范礼 怎么个不闲能啊 孩儿途经江陵 备受范礼冷遇 礼物字不必提 连衣食供应也军集不周到 他只推公务在身 两天不见一面 父亲啊 这小小县官也太狂妄自大了 理应惩办才是啊 江陵县 江陵县饱受战换天灾 数十年来 一直名不聊生 自范礼一来 历经图治 百姓安居乐业 渐有起色 而那个刘大人呢 上任年半 把个好好的胡州搞得鸡犬不宁 天怒人怨 你看看 这 范礼明知你是我的儿子 却毫不奉引 可见他平时围观刚正 连结奉公 朝廷俸禄有限 而他们呢 一直千金而不息 这分明是用百姓的血汗 来达到他们敬身的目的 为父身为朝廷要员 一心为国出力 如果我儿因此自持 狂妄居傲 疏远人人君子 而为小人所利用 那不太可悲了吗 父亲 如果我听了你的话 罢免犯礼 岂不为百姓唾骂 为万事所不齿吗 父亲教训的是 孩儿知错了 你还小啊 孩儿回乡 一定将礼品如数岁还 嗯 这就对了 恭喜老爷 恭喜老爷 荣升德州知府啊 百姓们都在衙门口相送呢 知道了 等谈完这一曲 即便动身 听说老爷荣升 还是杨大人奏的本 是吗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啊 朝中有此良辰 Morgan 国家昌盛 有望 pile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